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是基督教研究之库 黄金十年系列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教会未来式 如果我们把 教会church 当作一个动词 那么church是处在于 一个现在进行式 church 我们非常 欢迎我们今天的贵宾 是IM行动教会主任牧师 松木乔牧师 老师好 我非常高兴 能够跟松木师同台 他是我所看过 特别对未来的趋势 最有远见 最有洞察力的一位牧者 结合他的观察 跟牧会的经验 今天我相信我们都会大开眼界 首先我想问松木师 面对这样一个激烈 变化的一个世代 我们应该 有什么样的心理装备 为什么你好像一再强调说 我们要预备 要预备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这个是我最后面想讲的就是 我们到底要预备什么 那老师已经先破题了 我觉得 最基础要被预备的是 是我们的心态 OK 因为我觉得 时代一直在前进 那不管是 科技也好 或者是 任何一个 任何一件事情 他都在前进 那因为 他在前进 那是不可逆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有一个开放的态度 就是接受改变是必然的 那当我们的心态是正确的 我们遇见改变的时候 比较不会惊慌 对 也不会造成一种恐惧 那我觉得那个基础的 预备的心态是要先具有的 谢谢你的提醒 我只感觉到时代变化很快 应接不暇 但是你提到他的不可逆 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度的观察 因为所有的时代 他向前迈进的时候 他不会再重来 我们不会回到过去 所以我心中开始有忧虑 我们到底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代 那我觉得 因为这是个不可逆的趋势 从人类的这个 知识 或者是 信息的传递 从口传的开始 一直到进入到有印刷树被发明 我们的知识的系统 透过纸本在传递 或者信息透过纸本 或者是 如果在学校就是课本 然后在生活中可能是杂志 或者是报纸 我们的知识跟信息是这样子传递的 一直到了 科学出现之后 特别是电子工程 这些的技术 就造成了可以有 比较远距离的传播 有电报 有电话 一直到广播 一直到电视的出现 我们学习的 这个媒介 变得更加的丰富 以前是直接看 纸本 然后之后变成纸本 变成影片 其实 从一个 角度来看 比如说金庸好了 在我们那个时代是读小说 可是比我年轻的 年轻人他们是看影片 他们对金额认识是影片 而不是纸本 所以他是一个 你叫年轻人再去看纸本 要他们的命 那是不可逆的一个 一个 一个趋势 甚至于 他们的时代已经不只是影片 那甚至已经变成 电动玩具 变成游戏 他们在里面 扮演那个角色 所以 其实 知识跟资讯的传递 这个进步已经是 不可逆 一直到 网路出现 1995年 网路开始出现之后 移动装置 又再 再次把它推波助澜 到一个最高境界 所以基本上 我们现在学习的方式 是全然的改变 那他是一个 没有办法 往回走的一条路了 这是我的观察 那如果以传播来看的话 传播的这个载具有很大的不一样 从 群众的 口对口的这样子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 我们这种物种 我们这种智人 就是很会 传消息 很会彼此联系 那到了后期 从纸本 传递我们的讯息 传播我们想讲的 然后后期的数位化 网站 部落客 部落格 到现在是Vlog 整个那种Vlog的 文化出现之后 影片的这些拍摄者 他们变成是一种 向世界说话 最快的方式 那从以前的 长的影片到现在 风靡全球抖音 30秒之内 15秒之内 你要把你想讲的讲出来 所以整个世界变得非常的快 一直到现在进入到新媒体 的一个时代 那新媒体其实就是网络社群加上移动装置 那这新媒体 一出现之后呢 基本上 现在的 所谓的90后的这些 也许 说得再宽广一点 80后的人全部都是 所谓的 网络原住民 他们伸出来就在网络里面 他们就在这些的工具里面 所以你叫他再回去 那个 我们那个时候 读资本 或者是说 很 对他们来讲 速度非常慢的学习方式 基本上是 不可逆的 所以现在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就在这种处境里面 非常谢谢 你的说明真的是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 要跟着这个历史的潮流向前迈进 不能想要要复古 或者 看历史会不会从头来 在这样的一个浪潮之下 特别谈到网络 目前看起来 我所了解 网络就是 沟通 娱乐 好像我还想不出 他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性 可不可以请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察 好啊 我如果没有 记得没有错 就是 好像是爱因斯坦讲过 如果下一次 再有一次世界大战 人类的武器就变成石头 所以就是说 其实爱因斯坦也看到这件事情就是 我们如果要想要复古的话 唯一的就是毁灭所有的文明 就当人类 他思绪的时候 失控的时候 那刚好也吻合我们 基督教信仰 末日的观 这种 一定会到那一步去 但是 现在我们的处境在一个很特别的处境 就是 他进步的 这个速度太快了 刚刚老师提到说 网络的概念 对老师来讲 可能就是游戏 或者是沟通 可是现在网络的概念已经变成无远弗界 已经 变得非常的夸张 会有什么改变呢 我做了一个PPT 这是大概是 十年前 对不起 大概五六年前的一个 研究 他们说台湾人是 黏智慧人 智慧手机是全世界第一名 这算世界之光 我们每个人平均使用197分钟 所以其实当有这个数据出现的时候 你就要去思考 那到底他们在手机上面做什么 难道都一直在玩游戏吗 都只是在聊天吗 其实这个已经是 跟老师的观点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所有的人现在在手机上面 就是进行他的生活 所以在 在大陆有一个说法 就是 出门一定要 不要忘记带手机 因为你忘记带手机 等于忘记带了你的另外一个器官 手机已经延伸成我们另外一个器官 它不再是一个 跟我没有关系的机器 它甚至是我的另外一个大脑 所以我们的电话 以前我们都会记啊 现在我们都记不下来 绝没有搜寻的 那 接下来这个时代 会到一个剧烈的改变 会因为有几个东西出现 第一个就是 5G准备要推出了 那我如果记得没有错 2020年是 中华民国的 5G元年 我记得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 那 万物联网也已经在ready了 其实这些万物联网的这些技术 都已经 都已经存在 只是因为5G还没上 所以它联网的可能性会降低 但是5G一上的话 万物就联网了 等一下我会 很快再提一下 然后因为万物联网呢 跟大家长时间的在手机上面 在移动装置上面 大数据的收集就变成 每个时刻 每一秒都在 有很多数据产生 资讯一直被产生 然后之后它 在AI再带进来 那整个世界会 翻天覆地的转变 那5G是什么呢 5G就是超高速的速度 超宽的频观 超低的延迟 因为它速度快 然后频观大 然后又低延迟 所以以前我们在幻想的未来车 所谓的无人驾驶 就可以被实现了 因为基本上它就没有什么平宽 那个的限制也没有什么 所谓的lag 现在我们download一个 一部电影可能要花4分钟 到5G可能 10秒以内就可以完成了 它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然后万物联网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人类 大部分使用的物品 从吃的用的穿的 所有的一切 都会跟网络连在一起 比如说这件衣服在 未来可能 它里面就很多的sensor 它可以感受到我的 心跳 我的呼吸 我的频率 它可以提前的知道说 这个人现在 他健康状态是如何 万物都联网 你家的冰箱联网 你家的椅子联网 现在有杯子也联网了 它记录你每天喝的水亮 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了 然后 大数据呢 就不断的在搜集 然后AI 人工智慧的AI 它就开始 全面的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想我用讲的比较难理解 我预配了一个影片 是日本的这个内务省 他们呢 主管整个科技的这个部门 他们用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去拍出了一个未来世界的想象 我觉得他们拍得很好 虽然 他们拍得比较保守 因为可能日本人天性保守 但是其实他已经 为我们打开了一张窗 可以让我们看见 未来的世界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个影片 好啊 非常好 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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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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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金婚式 おめでとう 金婚式 おめでとう 金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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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看到了這個影片之後 我想大家應該都很驚訝 老師那個影片真的很厲害 甚至以後務農都是 無人機在幫忙撒農藥 然後他姐姐也沒有辦法到現場 立刻就產生一個虛擬實境 然後姐姐跟弟弟還有其他樂手 在不同時空一起唱 助歌給他的長輩聽 這些事情其實都已經 基礎上 ready 了 其實他是辦得到的 甚至有人很大膽的說 他們拍得太保守 因為可以做得更誇張 但是我個人認為 當5G的時代來臨之後 這些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我們大部分的生活模式 會有一個完全的翻轉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提到說 我們必須去面對 預備的一個可能性 以我們過往的歷史來看 教會之前也是很保守的 抵擋電視這個概念 電影這個概念 他們認為這是鬼魔的工具 比較傳統保守的 甚至在美國初期的時候 清教徒的這些傳統裡面 根本不能有娛樂的 可是到了後期 當人類已經擁有這些的 所謂的電視電影的娛樂的時候 那是不可逆的 你不可能叫那些普羅大眾 放棄這些東西 然後直接跳入到 可能比較高端的屬靈生活去 所以教會也一直在檢討 當我們開始想要 好好經營電視的時候 其實世界已經跑到網路去了 所以當教會想要跟到網路的時候 我們已經到新媒體 跟接下來5G的時代了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教會應該在這上面 有一些的先預備 我們不一定 所有東西都要接受 我們也沒有辦法 所有東西接受 但是我們必須認清楚 這就是即將發生的事情 對 從剛剛那個影片 我作為一個神學老師 我深深的感受到 這個對教會的衝擊太大了 那種傳統聽講道 或者禮拜 或者小組專題等等的 這個大家熟悉的聚會型態 恐怕會發生巨變 不知道是不是聳牧師 可以跟我們分析一下 我們未來教會該怎麼辦 其實不敢講分析 這是我自己的想像 就是我自己很愛玩 那我也很喜歡這些 所謂的科技的發展 我有一些觀察 但是我不敢想說是 很準確的分析 那我大概歸納出 未來的教會會有幾種趨勢 當5G開始前進的時候 如果按照這些做未來趨勢的 這些研究的所謂的 他們叫做趨勢的觀察者 他們說大概到2035到45這個區間 整個人類的生活型態會完全變成 剛剛那個樣子 我們現在正在初步 那因為所有的技術 大部分都已經到位了 所以很快的它就不像 它那個進步的速度 不像以前電視的普及 會慢慢的 好像才慢慢進入到人的生活中 而它會很快的 很大跨步的這樣子 很大急劇的往前進 那所以我就在想 那教會會變什麼樣子 那我大概歸納從5種 5種教會的樣子 第一種是抵擋派 那抵擋派就是 他們堅決反對科技的 他們就是覺得科技是 是我不喜歡的 其實這種概念的信徒們 已經存在在我們的時代裡面了 在美國有一些永遠不用電 也不做所謂的 汽油工具的這些信徒 在台灣有西安山的這些弟兄姊妹 他們就是不想跟著世界前進 他們覺得這些東西不好是負面的 那這些他們所謂的抵擋派 他們就是絕對不參與在所謂的 科技的這些個潮流裡面 那他們不參與 我從一個角度來看 他們好像是落後 其實我覺得也不算 因為他們有另外一種生活型態 他們會提供另外一種 如果不要用科技 有沒有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 所以我覺得他們也會是一個 很不錯的走向 那只是如果是以這樣的牧者 想要去建立這樣的教會 不走所謂的世界潮流 你就要提供夠強大的生活體驗 或者是說遊戲體驗 或者是說訓練體驗 可以讓他脫離虛擬實境 那通常做這樣的教會的牧者 他們可能有很強大的體驗教育 或者是帶他的信徒去塑膝 去做體能 在那些體驗裡面會產生 跟虛擬的空間一樣的那種愉悅感 那這種是有可能的 另外一種是傳統派 那傳統派就是不改變 他的不改變是 他認為根本沒有管這些事情 他也沒有抵擋 他也沒有抵擋這個世界潮流 他會覺得他是他 我是我 我過我的 然後我也有時候也用 我們平常用這些科技 但是跟我的教會信仰完全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用很傳統的方式 在禮拜來進行我們的崇拜 基本上這些的教會的存在 也是非常美的 他們會延續教會的美好的傳統 我覺得我們在講 所謂的5G科技的前進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避開 就是切開傳統這件事情 因為我認為信徒不需要放棄傳統 只是怎麼運用工具而已 所以這樣的一個傳統派的教會也會存在 也會有一些的基督徒 他們覺得在這裡才會真正得到平安 那另外一種是兼容派 就是O2O 就是他有offline也有online 他有虛擬的 他也有實體的聚會 那這種是不排斥 他不排斥這個所謂的這些科技的潮流 而且他會積極的運用這些科技 然後他兼容病序 他可以比較平衡的虛實整合 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教會 是這樣子在運作他們的教會 他們有實體的聚會 他們有虛擬的 或者是線上的這樣的一個聚會的模式 其實我們現在就在一個線上的聚會 現在的直播 有很多人在網路上看見我們 其實我們正在使用這種方式 我們也有實體的聚會 但是我們有線上的討論 其實很像這個階段 另外一派是虛擬派 虛擬派是他們不實體的聚會 那這一派 因為他們這個時候 有強大的VR的工具 他們不需要一個會堂 他戴上他的VR眼鏡 甚至他的眼鏡本身 就有VR的切換功能 他一切換 現在我就在會堂裡面 那這種是我覺得會帶出很大的衝擊的 那這種的特色是他無強 他無限 他沒有座位的限制 他的渲染力很強 所以呢 你可以想像 在5G的時代裡面 可能會有100萬人同時聚會的教會 可能有十幾萬人聚會的教會 因為他就在家裡面打開他的眼鏡 他就在會堂裡面 而且虛擬實境的這個設定裡面 還可以有景深的 什麼意思 你晚點進去你就在後排了 甚至呢 可以經過一些的設定 可能以後 你出息率比較高 你就可以在前面 你看到的那個牧者 他也不在現場 他就在一個可能在一個虛擬攝影棚裡面 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就開始講道 但是呢 可以看到彼此 可能不是很完整的樣子 但是他可能是一個 一看就知道這是林老師 而且林老師舉手 我會看得到你舉手 所以我會看到每一個人他的動靜 因為在5G的這個裡面是辦得到的 那這種虛擬派呢 如果有一個很強大的講員 他的這個講道的 這個我們用一種詞叫 渲染力夠 表演性強的話 他很快速可以聚眾 因為當接下來的這些 信徒在選擇教會的時候 他有點就像看電視一樣 我今天切換 我想看林老師講道 林老師講道好棒 我就留下來 我想看松木師講道 松木師講道不好 我換一台 他就可以切換 他經過申請 或者有不同的機制 他就切換尋找不同的教會 所以那個教會的無強性 會讓那個教會有無限的延伸性 而且當5G的時代來臨的時候 當AI的智慧 這個科技越來越成熟的時候 當我們在講中文的講道的時候 你在你家裡看到的 會有英文的字幕 它就跨越了語言了 所以其實我認為當5G時代 或者是AI的這個 未來的教會領導的時候 它會跨越很多現代教會做不到的事 它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當這種虛擬教會出現的時候 因為這個牧者他可能被看見的是他的講道能力 所以他不大有可能去牧養人 所以這種虛擬派的教會 很有可能會有很大的這個虛擬 這個線上的聚會量 但是他們平常的這個互動 或者是團契是非常非常低的 甚至有可能就是完全沒有所謂的門徒的生活 他們就是只是聚會聽到 那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基督徒是這樣 他們不去教會 他們選擇直播 在我自己教會裡面 有一些人也是看直播的 那有些人是直接看QTV 其實它的概念是一樣的 我不要去教會 我可以看到最好的講道者 但是因著虛擬的這個科技領導的時候 我VR眼睛一戴 我是進入到那個場景裡面去 所以它會有很強烈的一種連結感 那這個連結感雖然是虛的 但是對他們來講是真的 他就會認定這是我的教會 所以當這種教會出現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傳統的教會 就會瞬間瓦解 因為當一個牧師他的信息能力不夠的話 我們回到信仰這個市場機制 他就會沒有信徒 因為我隨時可以換那個教會 我隨時可以在切換中換教會 所以就會有另外一派叫聯合派出現 什麼叫聯合派呢 會有很多不得不的聯合 因為也許 我說個比喻 比如說林老師他自己開了一個虛擬教堂 五六千個人在那邊聚會 我的教會的會友只有100個 但是有90個跑去他那邊聚會 那他會發現一件事情 大家的奉獻就跑到他那裡去了 因為之後的奉獻 數位奉獻 基礎上只要一點奉獻 就到不同的單位去了 對我的生存 我立刻就會受到威脅 所以像我很弱小 我就要去跟林老師談說 林老師這樣子好不好 你很會講道 但是你沒有時間牧羊 那只要這一區的人 是你的教會的人 我來幫你牧羊 我等於就是跟他聯合 這種聯合會變成不得不 因為傳道人沒有羊 他只好去參加一個 比較多羊群的牧者底下 一起來配搭 那這種聽起來很悲哀 但是其實從一個角度來想 也許是一種另類的合一 也是另外一種 國度侍奉的一種實踐 所以我把 大概把 我自己的想像 大概會做五種的 形態的教會出現 那當然會有更多 我們沒有想像過的 形態出現 是 非常謝謝 松牧師的觀察 讓我們看到 這五種型態 都是很可能的選擇 也看到松牧師在提到 傳統派的時候 並沒有貶抑 我覺得在松牧師身上 我都看到這種 現代或現代家傳統的整合 謝謝老師 在他的思想 看得很未來 但是 比如他的品味 他非常熟悉福音詩歌 很喜歡唱聖詩 那這樣子 我們有沒有可能 在未來的世代 把優秀優良的傳統保存 然後對未來的科技 未來的生活潮流 能夠有更大的開放 我不知道松牧師 可不可以具體的給我們 比如傳道人 有什麼樣的建立 還有信徒 可以有什麼樣的心理預備 來準備 是 我想在這個 最後預備的這邊 我再補強一點 就是 其實未來的這些工具 可以幫助我們在建立教會上面 就像老師所說的 把那些美好傳統 可以更有效率 更多元的表達 那我覺得教會在未來性 可以 在有幾個部分 透過這些工具 可以被使用 這些 所謂的AI 所謂的這些虛擬實境 它可以運用在使徒性上面 那因為有大數據的一個累積 那我們可以有一個數據 告訴我們知道 比如說某個地方沒有教會 那邊的人很需要 什麼樣的型態的教會 它在使徒性上面 可以帶出一個開拓的應用 那先知性上面的應用 在觀察世界 我們教會可能也有自己的大數據 我希望智庫以後也有這樣的大數據 我們在大數據裡面 我們觀察到現在這幾年 最多造成自殺的原因 我們因著這個先知性的大數據的累積 我們可以預測 接下來因為有什麼事發生 有一些的人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負面的行為 在我們在先知性上面的警告上面 對牧者可以有很準確的 去幫助會有避開那些危險 然後幫助他們從低潮裡面走出來 在傳福音上面呢 因為會有大數據 我們更可以準確的 去面對那個群眾之後 我們可以分析出這些人 他們現在最需要聽到什麼樣的信息 從那的信息切入 那個福音的那個準確點會更準確 在呼召他們來轉換信仰 或者加入教會的時候會更準確 在牧養性上面呢 這樣的一個未來是更 傳道人應該更期待 因為我們有一個AI當小幫手 我們隨時牧養人 在陪伴人的時候 不需要可能跟他約時間 也許很遠 我們一戴上VR眼鏡 我們就坐著在聊天了 在這個裡面 在這個聊天室裡面 AI小幫手 他可以立刻告訴我說 現在的林老師他有一些的需要 那我們怎麼樣為他禱告 他有一些提醒 在教導性上面 更是有很多多元的一些使用的可能性 我自己想到就是 我們可以針對這個人有克制的訓練 甚至這個弟兄這個姐妹有什麼問題 立刻可以出一個書單 立刻可以傳遞給他 而且可以很準確的觀察 他有沒有在讀 他讀了之後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可以立刻戴上VR眼鏡 或者在一個空間裡面 就可以對話 所以我覺得在未來的教會裡面的 牧養性 開拓性 福音性 其實有這些工具會更準確 而且更加的有power 我覺得它讓我們體驗到 那個神國無限擴張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我們需要預備什麼呢 我個人認為 我有兩段經文 《使徒行傳》13章36節說 大衛在世的時候 遵行上帝的旨意就長眠了 那這段可以翻譯成 大衛按上帝的旨意 服侍那一時代的人就睡了 大衛服侍他們那一代 是用他的智慧 還有他做牧羊人 可以擊倒哥利亞他的能力 我覺得每一個時代都有 不同戰鬥的能力 我覺得新的時代 我們看見這個新的哥利亞 新的戰場 我們怎麼樣有智慧的服飾 我們那一代 那哥洛西書這邊 讓我們看到說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 勸誡個人 教導個人 要把個人在基督裡 完完全全的獻上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對我來講都是工具 我覺得信徒或者是基督徒 如果你總覺得說 我不想理解 那些都是洪水猛獸 那基本上你就失去了機會去理解 甚至有失去神透過你在這個世代 服侍這個世代的一個寬度 那我覺得教會更重要是要生根真理 因為在這個所謂的網路時代 有很多假的東西 那我們怎麼樣讓真理可以扎根 所以我覺得讀神的話 在真理的追求很重要 我們要教導弟兄姊妹 傳導人也要有這個能力 就是分辨真假的能力 因為有很多的新聞 很多的所謂的 現在連影片都可以 全部是假的 如果你們在網路上可以查 叫做Deep Fix 就是深的謊言 Deep Fix 這是一個現在最危險的 他可以用虛擬的方式 拍出林老師的臉 然後用AI的方法 讓林老師說出一些 完全不是林老師說出的話 然後變成一個影片 然後你根本無法辨識是真是假 這是接下來我會遇見最困難的一個挑戰 就是謊言很難被揭露 但是我們要訓練我們自己能夠去辨別 然後最後一個是強化 對不起 強化關係 因為教會最重要的是 我們之間的關係 那這是無論虛擬 或者是未來世界走到多遠 人類都需要的 就是我們需要彼此的關係 所以這些工具 只是要輔助我們 建立這個真實的關係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善用這些工具 對我們來講他們都是武器 但是如果這些東西到了邪惡的人手裡面 就是成為拆毀人的工具 但這些武器在我們手上 就可以成為捍衛神國真理 建造人的工具 謝謝 有些問題已經進來 這些問題或許可以讓聰牧師有機會 把你剛剛講的 比較完整的這個角度 把它落實到具體 具體的問題 有人說我們有提到個人的裝備 那個人裝備能夠想像的 就是要多靈修 多禱告 之外個人還可以做什麼裝備 您是說主要面對這個未來世界 我覺得我們其實你就算不裝備 你也會到那裡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世界就是在前進 那如果你想要裝備 你對這個事情的未來有更多的 可能預備的話 其實訪金有很多在說5G AI這些書 我覺得你都可以讀一讀 然後在這些裡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這些 很有智慧的人 他們很多人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們很聰明 他們已經看見未來會長什麼樣子 甚至有些就是正在組織這些 這些未來發生的這些的工程師也好 多去讀他們的東西 那這有點像課外讀物 神的話還是要掌握 然後我們再讀這些課外讀物 是讓他們明白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認為去讀這些書是很有價值的 第二個問題跟第一個問題有點像 是因為你提到這個未來的趨勢是不可逆 當然面對不可逆就會有一點焦慮 如果我沒有辦法預知 然後不可逆突然臨到我身上 我後悔都來不及 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 能夠讓我對這個不可逆的未來 能夠有一些預知 預感 還是我只能被動的等著要承受 因為其實自訂遊戲規則的人 通常都不是老百姓 所以基礎上 像歷史上告訴我們 老百姓都只是承受者 對 那我們只能為這些 在上執政掌權的 那些真正在最高端 影響我們的這些人禱告 求神給他們智慧 讓他們有公平公義在他們心裡 以至於當他們在推動 所有的東西的時候 他們想比較周全 那我覺得對基督徒來講 我們面對所有不可逆的 其實不要講不可逆 就是所有可能會 使我們驚恐的恐懼 災禍也好 天災人禍 甚至不可逆即將發生的 這些世界的轉變 我覺得我們唯一能夠面對 它的根基是我們對上帝 現在對上帝依然存在信心 就是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都相信上帝還在掌權 然後我們對未來 就是上帝最後一定會得勝 這樣的一個盼望 我們要持守 所以你對現在 你要有信心 你對未來要有盼望 我覺得這是我們兩個 最重要的支點 就是當一個基督徒 你對現在 就算你現在可能 你正在經歷很痛苦的事 你都要相信神正在掌權 你對未來要極大的盼望 而這個過程 前進的過程中 需要彼此相愛 我覺得當一個基督徒 無論面對什麼樣的世代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兩個支角 過程是不斷在愛裡面 彼此扶持 是的 剛剛宋牧師提到 這個未來世代 那個人際溝通 還有表達意見的流通 都超過我們所能夠想像跟理解 所以剛剛宋牧師有特別提到 分辨的重要 我可以想像 比如說摩西有機會生在這樣的世代 摩西講道的時候 那可以是幾千萬人來聽 到過來巴蘭講道可能也幾千萬人在聽 所以為了這樣子的一種 我們還沒有辦法預測 但是可以想像的一個未來 善跟惡溝通的速度都變快了 那有人在問說 聖靈在5G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的節奏感被拉到這麼快 那聖靈能做什麼 我們可以期待什麼 我很喜歡您老師講 聖靈不只是在個人上面工作 我們把聖靈的工作講得太小 就是聖靈只在我們得醫治 或者發預言 我認為聖靈是神 祂是掌管歷史前進的主 所以5G的發展也在聖靈的手下 所以其實你不用害怕的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覺得5G 因為我們的前色是 可能5G科技是邪惡的 可是其實我認為任何事情 都是從神的美善來的 譬如說 VR虛擬實境 其實對我來講 是預先體驗天堂 就是你帶上去那個時候 你可以真的是看到那個神的國度 而且你可以穿越時空 你可以立刻跟聖徒交通 其實我們從這種角度來看 這個本來看起來可能會變邪惡的東西 都會被神使用 所以我認為聖靈在這上面做什麼角色 聖靈給我們智慧去正確的使用它 就是一個最大的祝福 所以我一方面認為 整個科技的發展 人類的文明都在聖靈的手底下 我不大認為是邪惡在推動人類的文明 而是上帝的憐憫跟慈愛公益 一直在推動人類的文明 那它在每一個時代 聖靈都介入 包括在5G的裡面 在AI裡面 聖靈都還是掌權的 那我們稱為一個基督徒 就是要跟隨聖靈 讓我們有智慧使用這些工具 不然這些工具就變成邪惡的工具 我這邊還有兩個問題 就先來談第一個問題 這是問基督教研究智庫 所以我先回答 看聖母士有什麼補充 基督教研究智庫 在面對這個虛擬通路 到底可以有什麼樣的連結 或者有什麼樣建設性的做法 我的看法是 我們做智庫就是扮演頭腦的角色 那麼頭腦一方面 它要了解目前 我們所用的溝通形式 應該是什麼 那我們也希望 藉著這些溝通形式的使用 讓頭腦的內涵 能夠有效的達到 對應該要設定的這個溝通對象 但是另一方面 智庫在扮演的不是一個全能者的角色 它是對這個整個社會的演變 它做一個觀察跟提醒者 比如說我們已經注意到 現代社會 不只是給人一種生活形式 它也會形塑人的價值觀 那麼後現代思潮 一樣會形塑人的價值觀 我們可以預見未來的虛擬實境 這樣的一個5G的世代來臨的時候 不只是溝通方式改變 它會有一種價值觀的轉移 這些會是智庫要來努力 希望能夠對基督徒做信仰方面的提醒 也對社會提出信仰方面的一種警告 我自己認為智庫可以做在先制性上面的一個警示 那運用工具的話 其實我也想呼召 如果是您在這上面是有學友專精 你是在這個大數據 AI這上面 你學友專精 其實你可以加入在智庫裡面 因為當智庫有一個大數據的時候 它可以有很多的分析 它可以幫助看見 可能即將要發生的一些危機 那智庫就是提出一些的趨勢 告訴大家說 我們教會可能會遇見這個 那地方教會怎麼樣去應應它 去幫助弟兄姊妹去面對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如果您本身就是這個上面的專才 或者是專家 非常需要你一起來投入在智庫裡面 說不出 接下去兩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都是有心 用心在感受的人提出來的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這種新的科技的發展 5G化以後 恐怕那一種能夠 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的 一定是資金豐富 設備豐富 那這種資金豐富 設備齊全 會不會造成城鄉差距的一種落差 對那個弱者窮者 是不是弱者欲弱 窮者欲窮 那因為您來自這一個 真的是比較是弱勢的教會 你會不會對這個現象有些憂心 那將來怎麼辦 其實我會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 其實5G正是落著興起的時刻 其實可能 我不知道這位觀眾 有沒有在觀察 現在所有在 所謂有影響力的網紅也好 都是素人 而且都是用很爛的東西拍東西 所以其實到5G時代 我們的概念不大一樣 以前是專業的機器 專業的攝影棚 專業的什麼 才可以提出專業的所謂的內容 現在其實大家不大注意 內容的專業性 他們要真實的東西 他們要對他們有幫助的東西 他們要有趣的東西 他們要有刺激性的東西 這反而是我們基督徒 可以越過那個專業的門檻 去發揮影響力的時刻 什麼意思 也許我現在在部落裡面 我拿出一個手機 我就拍出我在部落裡面 信仰的反思 來去對社會上面 很多的事件的一個回饋 這個東西反而會造成 在都市裡面的人一種想法 對 我怎麼沒有這樣想過 所以我反而認為 當這樣的一個平台出現的時候 正是落勢可以崛起的時刻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自己 我常常去很多教會去分享 你不要專業的東西 拿起你的手機 你就可以開始影響世界 因為我們的時間受到限制 我把三個問題念一下 那看聰博師你選擇 要怎麼樣回應 第一個問題是怎麼鼓勵 中老年人的會有信徒 來學習新的媒體型態 第二個問題是 影片中讓我們看到未來生活的方式 但是有沒有未來的屬靈生活的一種變化 最後一個問題是 如果5G加AI給我們生活帶來這麼多改變 那麼6G加AI會不會只不過是一個進階版 或者我的意思說他這個問題好像說 只不過是不斷的好像朝一個既定方向 不斷的去更新版而已嗎 還是有什麼樣其他的可能性 5G跟6G可能它的差別就是平寬跟速度而已 那是技術的問題 但是我們講的是整個生活的概念的改變 就是它不再會變成是我們現在的狀況 然後它很快的可以讓我們得到很多的不同的連結 那這是第一個我想先回應 那我們屬靈生活會不會改變 一定會改變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被改變 現在已經沒有拿聖經了 因為所有人的聖經都在手機裡面 其實這已經在改變我們 以後我們也不會拿手機了 因為我們讀聖經就按一下 聖經就在我們裡面 甚至可能在我們的所謂的隱形眼鏡裡面 視網膜裡面 所以基礎上它一定會改變我們的屬靈生活 我們屬靈的這些生活的模式會改變 但是屬靈生活的內涵千萬不可以變 耶穌基督的福音不可以改變 這是我覺得我們要抓緊的 這也是不可以被世界衝淡的 那我們可以緊握這個 耶穌基督的福音的內涵 然後運用這些科技 我覺得這是我們接下來的一個大的挑戰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那中老年人怎麼樣來使用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所謂的中老年的 這些的朋友們 他們都在做他們自己的自媒體 我認識一個長輩 就是林金甫長老 他現在有自己的一個平台 叫做山西老人 他就不斷的在透過他的平台 在告訴所有的年長者 人生下半場會更精彩 他也在影響他們的同輩 所以我覺得這個新的時代來臨 他就沒有年齡的限制 年長者更應該去累積 去分享他們所累積的智慧 讓年輕的人可以有所學習 非常感謝松牧師帶給我們 非常有啟發性的這些談話 我們相信這些都是被造 也都在聖靈的大能之下 我們謝謝各位觀眾 跟我們一起來度過今天晚上的時光 也祝大家我們一起進入未來2020 也就是21世紀的20年代 這是黃金十年 希望你繼續來收聽我們的節目 再見 再見 相信祝福你